台湾是不是和日本一样 有排放寒川辐射核废水 被炮红放假消息的 助理代表谢长廷 PO文狂呛 台湾的核废水就是寒川 否则他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但专家再度打脸 因为台湾跟日本排的水 就是不一样 法规限制千分之一以下 才排出去 基本情况的水是经过 核心溶解以后的水 那核心溶解以后的水里面 可能含有很多辐射的产物 我有崩溃炮红谢长廷 越凹越离谱 让人看了像骂脏话 宁愿承担法律责任 就快滚回台湾来吧 住在国做了什么事情 你一下子就跳出来说 对对对我们也是 这是什么250的反应 名嘴炮轰令工厂的大官 硬要把台湾的废水 说成日本一样毒 就算真的毒 也抡不到你来说 这叛国 如果你讲的是谎话 台湾没有排放寒川废水 你公然对国际社会说谎 污蔑我们的国家 原国际原子人总署 可能会来调查台湾 全世界都可能认为台湾 欺骗国际社会 你身为处理大使 你污蔑我们国家 你不是叛国是什么 假设他讲的是事实 我们台湾真的有排放 寒川废水去 你是大使 泄露国家精明 你还不是叛国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世界长庭都已经叛国了 我建议立刻把他抓回台湾受损 日本说核废水可以喝 县重庭忙着转述 但蔡政府内连最勇敢的大官 都不敢喝下肚 假如他们先喝 我给他们鼓掌 假如他们还活着 那我也很高兴 日本想排核废水 政府大官没敢炮轰 如今恐怕还越演越走终 这张召鹏李一璇台北报